建议兄弟多了好打架,逐渐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选择,在细分增加自己名下的品牌, 一如杰德品牌是东风版田细分市场的产物。 但我第一眼看到杰德品牌时,首先向到了杰拉德,哈哈,这是作为球迷的我自然反应, 别见怪杰拉德作为红军绿物谱的传奇球星,曾在面对AC米兰的欧冠决赛中, 在0比3落后,全世界都以为要输了的时候,帅领球队上演伊斯坦布尔提计,最终夺得了冠军。 这种自信与兼证激励了无数的球迷,只要你想,就有可能,杰德的出现让本来有些过于个性的设计, 出现在了东风版田细家的车型中,这算是另辟西境吗? 尽管杰德宣称开创了新概念叫车理念,但在设计上笔者认为,他似乎更符合现今的跨界风格。 他大胆的前卫设计,让奇异一直走在时尚的风口浪尖,新杰德会更加的时尚性感,强调属于自己的个性。 色脉看到新杰德,被他的色所迷惑,在现今颜值极王道的汽车市场,虽然见多了各种翘车美颜,但也被新杰德的心翠绿所折服。 他给你带来一种植入灵魂的安宁,如果你更喜欢运动,那波尔多红也会给你火一样的激情。 还有炫动蓝,马德里金,珍珠白,新秀子等多种颜色供选择,绝对让你色长所愿。 新杰德的设计应用了梵田家族的最设计语言,整体更年轻也更时尚,前脸拥有,卑异式中网造型。 加上镀隔装饰,烤漆格杀调起蜂窝状的格杀,都让前脸更加的立体犀利,与格杀相容的LED前灯组。 一次排开修长造型继承了远近光,这一切都给新杰德带来了更强视觉冲击力。 从侧面看,俊秀的新杰德身材修长,通过宝马的线条勾勒和运动型的车身包围,造就动感身姿,而后排车窗的隐私玻璃设计。 更是给新杰德增加了神秘感与独测品位,背部的设计通过线条的变化,带来了更精致的感觉。 而独格式条,顶部黑色尾翼,蜂窝状后保险杠,差与其天线,双出排气管等造型的配备,让新杰德更立体动感,也更有年轻人的蓬勃照气。 设计新杰德在配置上也有多项高阶科系。 Honda Sensing 安全超感系统,保降智能架控与安全,包含有ACC自适应巡航,盲点监测,CMBS碰撞缓解制动,车道偏离,车道保持等系列先进技术。 Honda Connect是带互联系统,应用于中控液晶屏中,可以实现GPS导航,及时新闻浏览,引盈于了APP远程控制,紧急救援等多项服务。 而这一系列的高新配置,让驾驶新杰德更安心也更舒心。 此外,新杰德作为一款跨界的新概念轿车,不仅在设计上有动人心魄的魅力,其本身也集成了MPV的舒畅空间。 它推出了5座与4F6座两种座椅布局,同时,得益于2760毫米的超长轴距,和本前MM成员空间最大化,机械空间最小化。 设计理念,4F2加2加2座椅布局,和版天独创的第二台座椅温馨滑轨设计,第二台座椅可以灵活移动,保证了足够的活动空间的同时,也让进出第三排座椅有了极大的便捷。 第三排座椅也经过改善,乘坐起来会更为舒适,如果想来点小停调,还可以打开新杰德标配的电动全景天窗,躺在车中。 关心方景,快乐就是可以如此简单,力胜动力系统才是新杰德的黑科技,新杰德搭载了本田最新Sport Turbo,锐踢动,1.5T210 Turbo全新涡轮增压地球猛发动机。 此外,日用了钢内直喷,高响应涡轮增压,定排气双VTC等先进技术,在提高了输出动力的同时,也大幅地提升了驾驶燃油的经济性。 其客输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,峰值的扭曲为203mm,与这匹配了CVT无极变速器,充沛的力量也让新杰德有了畅宽洒话的底气。 无惧前方道路的坎坷,享受驾驶从驾驶新杰德开始,新杰德将个性设计与夺目色彩完美融合,早就了跨界时尚新标杆,上的厅堂,下的厨房,色意上觉得新杰德将与消费者共创更年轻,更时尚青春洋溢的汽车生活。